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佳穎出几张唱片啊 我出了六张 实际发行了八张 出六张实际发行了八张 六张耶 因为在 其实是在唱片公司呢 其实是无预警的 收掉台湾的整个营运 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是已经录好一整张专辑 结果呢 它就直接封箱了 可是到十几年以后 有歌迷拿来给我签名 对 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有 台湾我以为是六张 在新加坡 在新马 大概多了两张 一张是精选集 然后一张就是那一张 我自己唱完一整张 然后完全没有发行 出唱片是很红的 我知道啊 然后忽然唱片公司要收掉了 对 而且是在我觉得 我的工作收入很稳定的状态 我又什么装潢房子 把钱全部都花完了 然后公司就突然就收掉这样子 然后我整个是很崩溃的 然后第一张合约 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 你知道小朋友 那时候我也不过才22岁左右 是 对 我大概在三年发了 一年都是两张专辑 半年发一张专辑 那只是我记得我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是保姆带大 妈妈也是在忙 然后保姆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就是从小一直记到大 现在也这样教我的小孩 他就是说 你学在自己脑子里的 人家永远抢不走 还是你的 对 永远是你的 所以我从在念五专的时候 我是世心广电 那时候我就发现 我对于语言很有兴趣 那我妈妈那时候 也给了我一个长远的目标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跟美国人聊天的话 聊天 然后你可以让人家听得懂的话 我就让你去迪士尼 对 就是他给我的礼物是说 那我因为不会怕你会丢掉 因为你会讲话了 所以我那时候从16岁开始做模特儿 我的每一份模特儿的薪水 都拿去学英文 太好了 对 所以我就是从 我以为你是买鸡看到外国人 就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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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哈喽 哈喽 没有 我就真的是 就是下课就是 都是泡在那个语言中心里面 然后有那种 一级一级一级上去的 我也去上 然后上完了之后觉得不够 然后再去 因为conversation很重要嘛 妈妈说要会讲话 所以我就是去那种 专门练习conversation 甚至到后来我是 有一年我是在我的经纪公司里面 带外国模特儿 我帮他们敲工作 然后带他们去上班这样子 后来我是在公司结束了之后 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我的角色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长的时间 都是在录音发片 录音发片 而且我还要全亚洲的宣传 所以我几乎都没有时间是自己的 是 对 太满 对 很满很满 有时候我会甚至是哭到说 拜托你让我回家换个床单可以吗 这种 对 那个时候是很累的 那突然间结束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那我到底还想要做什么 对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想要做 就是可以 不要被人家讲说你要怎么样 是我想要去做 我想要卖什么 我不想要被卖 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商品 对 这歌手是商品 对 歌手其实是一个唱片公司 被包装好的 整个团队 你要是现在就是直播主了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你现在可以卖东西 对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好 那我要去学习怎么样控制商品 那我喜欢漂亮的衣服 那在做发行的过程当中 我也做过我自己的造型师 那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去英国念书好了 我念fashion marketing 对 时装行销 那但是就是因为我从小 所有的钱都拿去上英文课了 所以我到后面呢 我有点像是信手拈来 可是英国念书很贵吧 其实 你有存学费吗 我就是把我后来又再签了一张唱片 约 然后也是签完没有多久 公司又被并购了 就是我的命运 你说W是不是 那我不晓得我是怎样的限调 就是好不然结束一家公司 签了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又被另外一家公司给并购 所以我就拿第二张合约 签到的签约金 我就准备去英国念书 所以学费是有的 学费是自己 那这么多年念的英文 你到了你到伦敦下飞机那刻开始 就直接就用上了吗 我是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就用上了 因为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你的英语在台湾是要考雅思 就是IELTS 那IELTS跟考托福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有听 它有听 那托福呢 就是不用考到听 说 对不起 它有说 说这个部分是有分数在的 那刚好因为我的听说 就是从小就练了嘛 所以我在考IELTS的成绩 就是说我的成绩是可以直接去申请硕士 也不用再花钱在英国去念语言学校 那很强耶 对 就是我的成绩算是不错 就是可以直接念硕士的 那是我从小 花很多时间呢 我16岁开始补习英文 对 然后一直到22岁才去 20 没有 我后来到去念书的时候 大概已经26岁了 是 对 这一段时间就是不停地学 家宜就是人生有大转变 前一阵子 对 对 哎呀 离开了 原本工作的环境 然后公司也 就整个脱离了这样子 也离开了婚姻 但是 你现在跟孩子很珍惜 现在平时又踏实的生活 因为其实我在怀孕 连续生两个孩子的过程 我连在飞机上都在挤母奶 对 就是我坚持 我要自己喂养小孩 可是除了我挤奶 我可以在平常的工作场所可以 可是我的人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的 是 然后而且我刚生 什么意思 你自己忙工作 对 然后母奶挤给他们 对 然后保母位 让保母位 而且我生老大的时候 我对我自己带小孩很没有自信 我是直接请一个24小时的保母在家的 对 一直请到他上幼稚园 你看我多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会觉得他比我要会照顾小孩 那你就变成阿姨了 那一位保母才是妈妈了 但是小孩会知道这一天 这个时间回来的是妈妈 还是有 他指角色叫得对而已 对啦 可能是 而且那比方说周末我还是会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 可是我一直都以为这样子是 我跟孩子是很亲密的 我一直都以为 可是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 我才发现我现在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之外 我可能会去运动 我可能会开始从事 我之前在英国都要自己做饭 那可是我后来工作 我哪有可能有时间做饭 我根本就觉得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心情 我没有力气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做饭了 然后现在我的大女儿长大 现在是国中生 然后她非常喜欢手做 所以我就开始跟她两个人 开始不停地做从烘焙到做菜 我就一样一样地交给她 然后去 好聪明喔 把她教会你就又被 我就不用做了 对 对啦 在主任哥发现我的企图 这是聪明的妈妈 对 因为她喜欢嘛 我当然就赶快鼓励她 但是我会跟她讲说 比方说你希望 虽然你喜欢手做 可是如果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数学不好 你的算术概念不好 成本概念不好 我是不会送你去蓝带的 你学了干嘛呢 你小时候你妈妈给你 迪士尼乐园的梦 就可以跟外国人聊天的话 对 她现在 我现在把她交给我的女儿 她现在有蓝带的梦 就是我会跟她讲说 如果你要做 你要吃到这种等级的食物 对吗 那请你以后 存好钱去法国念书 但是如果我要花这么多钱 让你去念书 你回来不给我赚回来 当然我就不满意啦 所以你要怎么赚回来呢 你的成本概念要有 你的数学要好 你的数学如果每天跟我考 零分回来 讲到这样 有没有 会不会与淘宝有没有 我讲的这是真的喔 很多人送孩子去学蓝带 但学完回来之后 她花了高成本 但她学完回来之后 还是个打工仔 对 因为她没有数据概念 她没有办法自己创业 没有办法把本钱赚回来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发现 原来这些时间 刚好我女儿到国中了 她开始要去思考 她未来的人生 然后呢 我觉得学区 刚刚讨论到学区这件事情 在经过我这么一大串的 比方说之前让她念私立学校 她因为家里的转变 她转到了公立学校 其实从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 孩子的心情的落差也很大 私立 非常大 公立 资源完全不一样 对 比方说她以前在私立学校 她有不吸引的地方吗 有 比方说她说 以前在学校 老师就会要求她 一有知道的答案 就要赶快举手 在私立学校不能举手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举手 你就是 你在出什么风头 你主要什么 就你一个人会吗 就只有你会吗 就讨人业你知道吗 你装什么清高 你了不起喔 就很多话就出来了 还有说以前 以前预算买一件衣服 三千多 我以前没有预算的 以前给孩子买衣服 没有预算 以前常常买的觉得 很便宜的这种 叫做快时尚品牌 对 怎么这么贵啊 现在 就是开始觉得 它有点贵 那不然我再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 是 我现在才知道 所以把标准都一直往下降了 对 但是款式不能往下降 因为他们还是要 漂漂亮亮的出门 所以我就会 但还好因为你会搭配 因为我们很习惯 以前工作厂要看照片 订衣服 我会看得出来它的收尾 它的收边 然后它衣服呈现的样子 它的板子会不会有问题 它的材料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买回来的 错误率不高 我甚至可以买到一套 上一家裤子一百九 没有问题 哦 小孩子的衣服 但还是好东西 好东西 就是 而且厉害到 我以为去洗了会马上 褪色褪光光的那种 没有 我洗了十件都没有褪色 好厉害哦 好专业哦